謹守疫情開業的規定 業者在門口設置十連制登記 並且有酒精為顧客消毒 原本一二樓都是滿座的情形 如今已不再出現 為了節省開支 只有在二樓為客人服務 我們的顧客來電數 很明顯的大幅度的衰退了 大概接近50% 因為大部分的民眾都防疫期間 盡量不要來公共場所 避免群聚這樣 對 但是我們還是都有遵循 政府的一些相關防疫措施 平常都 就疫情都不能出來整理頭髮 只是因為好幾個月都沒有剪了 就覺得已經整理上不方便了 所以才出來就是剪頭髮 也找了很多剪 但是幸好初見髮型還有開 所以才來這裡 雖然客人少 但髮型設計師 依然展現服務至上的精神 畢竟專業沒有景氣好壞之分 品質也是不打折扣的 疫情期間 我們都是在家上班的 對 然後就是也是想要跟平常一樣 漂漂亮亮的 抗疫期期間 美髮業在艱苦困境中 依然堅守本業 業者除了咬著牙與員工繼續苦生 也期盼在疫情過後好轉時 客人跟業績能夠恢復往日的生機 記者金建宗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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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你看